轮回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前不久为了探究这个问题, 去台北参加了一个活动, 是探讨死亡与轮回的。 其中有一个女孩, 就分享了一个故事, 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因为她竟然有着千年前的记忆, 以下是她的字述, 我们来看一下。 或许能够知道这个答案。 我是1997年出生的。 说到佛缘和因果轮回, 我想讲讲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不知大家听说过宋子观音吗? 我妈结婚六年后, 仍然无法怀孕, 听说是因为她犯了太岁的缘故。 有人送了我妈一幅 宋子观音的画像, 我妈就将信将疑地供起来了。 有一年过年时, 我妈就跪着求观音菩萨, 想要一个女孩, 然后观音菩萨就显灵了, 再然后我就出生了。 我出生的时候没哭。 为什么没哭呢? 是因为我有前世的记忆。 不过, 我的前世记忆并不是从出生时就有的, 而是在我17岁时觉醒后继起来的。 因为我恢复前世记忆的时候, 正在上高中数学课, 处于一个非常清醒的状态。 那两年我经常处于家庭成员的语言暴力中, 心态不好, 脾气也大, 几乎点火就着。 有一次, 我跟我妈大吵了一架, 我当时觉得活着没有任何意义, 有一点想不开。 而正当我做出这个决定时, 我的前世记忆突然觉醒了。 关于前世, 我记得最清楚的三个人分别是我爸, 我妈和我奶奶, 我甚至清楚地记得他们的样貌身高。 我父亲有两个兄弟, 他是家里的老大, 我二叔是当朝宰相。 我原本想根据记忆查出当时的所有人物, 可那个朝代的宰相太多了, 我查不出来。 而且, 我虽然事情记得清楚, 却不记得我的名字。 我前世是个男人, 家里是做生意的, 有钱庄, 有卖部的, 有卖杂货的, 总之有各种生意, 家里也挺有钱。 古代的观念超级重男轻女, 我另外两个叔叔没有儿子, 整个家族就只有我一个男孩, 所以我在家里特别吃香, 是个混世魔王。 我母亲是个大家闺秀, 身高大概一米六, 长得挺好看, 我记得她喜欢穿淡绿色的衣服。 我跟母亲不亲, 我是奶娘带着的, 三岁以后是奶奶一直带着我。 奶奶身高一米五左右, 喜欢穿黑色和深红色搭配的衣服。 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 可能是因为源于前世的累积, 会在某些领域比同龄人多一些悟性。 所以, 每当我看到一些报道, 说一个小孩在某种爱好或其他事物上, 比同龄人有更好的发展时, 都觉得是前世的因果。 因为我经常不听话, 父亲就打我, 母亲又不帮我, 父亲一直追着我打, 奶奶又追着父亲打, 一大帮人在院子里弄得鸡飞狗跳, 最后父亲怕奶奶生气, 也就只好作罢了。 我跟父亲也不亲, 整个家族对我最好的就是奶奶。 我去过私塾, 但不喜欢学习, 经常趁着老师背过身写字的时候捉弄她, 甚至带着几个朋友一起捉弄老师, 把老师气得直接不让我念了, 这正合我意。 最多也就是被父亲关几天小黑屋, 反正奶奶向着我, 我才不怕。 因为家里有钱, 不需要我为了衣食住行奔波, 想要钱伸手就可以, 所以我没有什么奋斗的目标。 我经常跟周围的朋友们出去胡吃海塞, 或者找些乐子, 当时有一些娱乐场所, 赌博我既不太清有没有, 但青楼场所一定是有的。 我最大的乐子就是欺负穷人, 还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就不给大家分享了。 我每次出去的天树跟手里的钱成正笔, 钱多了, 在外边待的时间就长, 没钱了就回家去。 当然了, 被父亲发现就会被抓住, 所以每次回去都在晚上, 还得翻墙进去找奶奶, 她会给我一大把银票, 然后告诉我在外边注意安全, 别惹出什么太大的麻烦。 反正我有钱,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虽然我讨厌父亲, 但我知道她是恨铁不成钢, 可我压根儿不喜欢管理什么家族生意, 或者像文人默克一样去读书写字。 反正我想要什么, 奶奶都能帮我, 我只需要讨奶奶欢心就好。 我跟奶奶关系最好, 她总是很惯着我。 我前世没干什么好事, 同龄人都结婚生子了, 我还在鬼混, 没娶妻子没生孩子, 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没用, 我自己逍遥快活多好。 家里有钱, 长得还行, 就到处拈花惹草, 就这么混了一辈子。 大概在我三十岁刚出头的时候, 有一天过节了, 我跟一个朋友出去溜达。 走到一个小桥上时, 我看到水面上有一些星星点点的东西, 就伸手去抓, 谁知没站稳, 一头栽进湖里了。 我那个朋友吓傻了, 愣了半天, 才想起来找人救我。 我挣扎了好久, 最后没力气了, 觉得自己睡了一觉。 醒来后, 我发现好多人围在一个地方, 我奶奶趴在那里痛哭。 我走上前一看, 这才发现我躺在地上, 大家围着的是我。 我一下懵了, 努力地大声呼喊, 用力挥手, 却没有一个人能看得见我。 我这才不得不承认, 我死了。 我记得有一个亲戚在我的灵堂里说, 我就是花够了家里的钱才死的。 这句话, 我永远都不会忘, 我大概败光了家里三分之二的钱。 我当时三十多岁, 父亲四十多岁, 奶奶五十多岁, 当我知道这个年龄关系时特别吃惊, 怎么三代人相差这么小, 后来上网一查才知道, 原来古代结婚早, 生小孩也早。 说实话, 什么牛鬼蛇神, 什么黑白无常, 什么所谓的地狱, 还是孟婆汤, 奈何桥, 我什么也没见过。 我死后压根不知道去哪里, 说来也奇怪, 一个同类也没碰到, 无处可去。 我就在我家院子外的一棵大树上坐着, 因为这个视角正好可以看着奶奶的日常生活。 我这算是死后良心发现吧, 觉得自己做得不对, 几乎一辈子也没怎么关心过奶奶, 如今却让她白发人送黑发人, 奶奶对我那么好, 我却没尽到一丝孝道。 最心痛的是, 奶奶会在半夜独自一个人坐在院子里, 因为思念我而哭泣, 我想去抱抱她, 可我无能为力。 我就在这棵树上守了将近三十年, 本想着如果奶奶也死了, 变成鬼了, 我就能再跟她相见了。 可是奶奶身体很好, 没有生一点病, 最后她是老死的。 我去奶奶的灵堂找了好几圈, 可依然没看到她。 无尽的失望冲垮了我, 我没有寄托, 不知归往何处, 只好四处游荡。 刚开始我会去人多的地方, 可看着他们能和爱人, 亲人在一起美好的生活, 我心里就难受。 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我, 我自己待着也无趣。 后来我就找了个清静的大森林里待着, 这里的树特别高, 特别多, 我不用吃不用喝, 也不用睡觉, 就傻呆着, 没有一个能跟我说话的人, 就我自己, 只有无尽的孤独。 我就这样怀着对奶奶无尽的思念和愧疚, 待了一千多年。 突然有一天, 观音菩萨来找我, 随手一挥, 就变了一个莲花座给我。 这个莲花座特别小, 只能容纳我的双脚, 我就站在上面。 因为鬼没有实体, 会随风挑, 但可以控制主体方向。 所以, 如果没有莲花座, 会比较飘, 没有实感, 站在莲花座上, 就有那种站在地上的踏实感了。 观音菩萨带着我来到了一栋楼的上空, 让我看一个正在生产的女人。 观音菩萨告诉我, 这个女人这辈子很不容易, 吃了很多苦, 让我一定要孝顺她, 说我前世做了很多错事, 让我来重新悔过。 菩萨还问我, 这是做女孩有没有怨言? 我当时心想, 做女孩。 嗯, 没做过, 是一下也行。 而且, 观音菩萨都这么说了, 我还能说啥, 就答应了。 观音菩萨一挥手, 我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婴儿, 被别人抱在手上。 我之所以没哭, 是因为我懵了, 前一秒还在天上, 一瞬间就变成婴儿了。 我睁开眼睛, 看到的是手术室里那种黄色的灯泡, 被打哭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婴儿。 而观音菩萨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 坐在一个超级大的莲花座上。 她的声音特别好听, 怎么形容呢? 声音充满慈悲, 但又很洪亮, 总之非常好听。 以上就是我的前世记忆。 我是17岁时, 在数学课上开始恢复这些记忆的, 我自己也感到非常诧异, 不可思议。 当时恢复记忆后, 我回家就跟我妈求证, 问我出生时是在几点, 当时手术室的灯是什么颜色, 她说的一切都跟我的记忆一样, 而在这之前, 从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过这些。 听完女孩的讲述, 也许轮回可能真的存在。 而我们如果不遵守因果, 继续种下恶因, 那最后就会一无所有, 陷入麻烦当中。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我们的一言一行, 都会被苍天所记录, 因此, 也希望大家能够借此来警醒自己, 不然后半生将会受到无尽的痛苦折磨中。 在大陆, 有这样一对母子, 儿子转世投胎后, 认出妈妈, 警报大哭, 妈妈的反应却是常跪不起。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听, 刘桂芝是妙山村的一个农村妇女, 四十多岁。 这一天是即日, 她跟随同村的几个伙伴一起去赶集。 不知道为什么, 一走进集市, 她就觉得似乎有人在跟着自己, 回头看了几次, 都没人。 难道是小偷? 刘桂芝有点紧张。 这是个山里的乡镇集市, 来赶集的人兜里多少都揣点钱, 有小偷也不稀奇。 集市上一如既往的热闹, 刘桂芝想给有病的婆婆买点水果。 她正在一个橘子摊上挑挑挑挑挑, 突然就觉得小腿一紧, 同时听到了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在哭叫, 妈妈, 妈妈, 我可找到你了。 那声音让刘桂芝心里一震, 立刻有一股酸气从心里漫出来, 一下冲进了她的眼眶。 她低头一看, 泪眼朦胧中看见抱住她大腿的是一个五六岁的男孩, 浓眉大眼, 不认识。 你是谁家的孩子? 是不是妈妈丢了? 找不到了。 刘桂芝抹一把眼泪, 蹲下去, 温柔地抚摸着男孩的头, 轻声问道, 妈妈, 你是我的妈妈呀, 你不认识我了。 那男孩眼泪汪汪盯着刘桂芝, 委屈地搂住了她的脖子。 刘桂芝看着那一对泪花中的大眼睛, 突然觉得这眼神好熟悉, 那生妈妈也让她全身发抖, 她的心像被刀子捅了一下似的, 多年前的伤疤立刻被捅开了撕裂了, 疼得她一哆嗦。 她再也控制不住, 紧紧搂住了男孩, 把脸使劲贴在她的小脸上。 彤彤, 干嘛呢? 我买根麻花的功夫, 你就跑了, 小心让人贩子拐跑了。 一个看来也是来赶急的农妇 从刘桂芝的怀里拉走男孩。 责备道, 同时用带着歉意的笑解释说, 对不住啊大姐, 孩子认错人了。 农妇拉着男孩就走, 刘桂芝的心一下子像被抽空了。 她呆呆地盯着男孩 被强行拖走的背影, 情不自禁跟着走了几步, 卖橘子的摊贩 喊她橘子要不要了, 她都没听见。 男孩还在挣扎着回头, 突然喊道, 妈妈, 我是大灰。 你怎么不认我呀? 大灰两个字一进耳朵, 刘桂芝哪还忍得住, 疯了一样扑过去一把抢过男孩, 使劲搂在怀里嚎啕大哭。 大灰, 你是大灰。 大灰, 大灰你回来找妈了? 你真是大灰。 你真是我的大灰吗? 大灰是刘桂芝的儿子, 六年前在一场车祸中死去, 当时才九岁。 刘桂芝只有这一个孩子, 儿子死去后, 夫妻俩悲痛欲绝, 这六年没有一天不在痛苦中度过。 没想到六年后在这个集市上, 遇见个喊自己妈妈的男孩, 还说自己是大灰。 虽然眼前的孩子和大灰没一点相似, 可是那眼神刘桂芝太熟悉了, 那就是这六年来魂牵梦营 每天出现在梦里的儿子的眼神。 刘桂芝和男孩抱在一起哭得撕心裂肺, 孩子的妈妈可慌张了, 以为遇上了疯子, 扯住刘桂芝大喊大叫, 很快身边就围上了一大群人。 等刘桂芝清醒过来, 已经在派出所里了。 派出所就在集市一旁, 他抱着男孩死死不撒手, 好几个人掰他的手指头都掰不开, 让人误以为他是人贩子要抢孩子, 所以报了案。 刘桂芝痛哭流涕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一旁的农妇也听傻了, 好一会才说, 我叫陈华,住在武松岭, 儿子叫童童,六岁半。 我这儿子一出生就跟别人不一样, 生下来就睁眼说话, 接生婆都给吓着了, 赶紧宰了一只黑狗, 灌了一嘴狗血, 才止住了。 这些年倒是没啥异常, 就是特别聪明。 他生下来说的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刘桂芝固步地哭泣, 紧张地问。 他说, 哎呀妈呀, 跑这么老远, 可累死我了。 农妇张口就回答, 众人面面相觑, 警察也听呆了, 这还是他街警以来第一次遇上这事。 这公父男孩童童始终抱紧刘桂芝的大腿, 寸步不离。 那, 大辉, 不是, 你儿子童童六岁半, 他是哪一天生的? 我的生日是十月初六, 我前一个妈妈叫, 叫桂芝, 童童抢着回答。 刘桂芝腿一软, 一个亮呛, 扑通跪在了童童面前, 一边胡乱掏摸着包裹。 我大辉是那一年十月初三初的事, 我叫刘桂芝, 你们看, 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叫刘桂芝, 是转世投胎, 你是我大辉转世生的呀。 大辉, 妈对不起你, 妈有罪。 原来当年, 童童很淘气, 因为和同学打架, 人家家长不依不饶, 刘桂芝气地打了他几巴掌, 孩子赌气跑上公路, 让一辆大货车迎头撞了, 这也是这么多年 刘桂芝最大的心结, 每次想到那一幕都痛不欲生。 这时, 那警察才想起自己该干什么, 问童童, 既然记得妈妈长什么样, 叫什么名, 可知道你以前住在什么村, 还记得老家吗? 童童摇头又点头, 我那个家叫什么村记不住了, 不过, 那个家门前有两棵大树, 树上有两个啄木鸟掏的洞, 出车祸的前两天, 我把一只小鸡踩死了, 奶奶就打了我两下, 我就偷偷把她的烟袋锅塞在树洞里了, 对了, 我睡觉的枕头上绣了俩锅锅, 我每天都是摸着锅锅睡着的, 话说到这儿, 别说那刘桂芝忍不住, 一旁跟他一到来的邻居们听到了大榆树, 也都捂着脸哭起来, 陈华倒是个开通人, 当时提议, 马上就去刘桂芝家里验证一下, 看儿子说的对不对, 一行人坐着警车来到了十几里外的妙山村, 一进村子下了警车, 彤彤也不用刘桂芝带路, 自管跑在前面, 毫不犹豫地冲进了村子西边第二家, 兴奋地手舞足蹈大喊大叫, 这就是我家, 你们看, 大榆树, 刘桂芝家门口的却有两棵大榆树, 怕不有一百多岁了, 童童猴子一样蹭蹭几下爬上了树, 手伸尽树干上的一个啄木鸟掏出的树洞里, 一下掏出一个铜烟带锅子, 全村都轰动了, 人们都跑来看稀奇, 围着刘桂芝家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刘桂芝的婆婆颤巍巍接过烟带锅, 摸着童童的头老泪横流, 孩子, 奶奶对不住你, 我就说呢, 怎么都找不到, 感情是被你这熊孩子藏起来了, 你是不知道啊, 你走这些年, 咱这一家, 过得那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啊, 童童又蹭一下子窜进了屋子里, 上炕在炕柜里找到了那个绣着锅锅的枕头, 还有什么抽屉里的小木枪啊, 木头小马呀, 玻璃球啊, 大灰死了以后, 刘桂芝完整地保留了儿子所有的东西, 有人告诉他, 这些东西不能留, 最好都烧掉, 可刘桂芝哪里舍得, 童童还准确地认出了村里熟悉的邻居们, 从小一起玩的现在已经长成半大小伙子的伙伴们, 要知道, 妙山村和武松岭隔着二十多里呢, 这可是他出生以来第一次来这里啊, 童童是大灰转世投胎, 而来已经却不可疑, 见刘桂芝抱着童童死死不舍撒手, 童童也钻进他的怀里不肯下来, 陈华有个亲戚就住在妙山村, 陈华心眼好使又直爽, 和亲戚合计了一下, 大度地答应, 让童童在这儿住几天, 过几天来接他回家, 几天后, 陈华和丈夫来接孩子, 刘桂芝全家哭着把孩子交给他们, 还有这几天, 他们买的孩子够穿到十几岁的衣服, 鞋袜, 学习用品, 水果, 点心, 车走得很远了, 刘桂芝全家还在追着车边哭边跑, 几天后, 陈华发现儿子不见了, 他马上猜到他是去找前世妈妈了, 骑着自行车跑到妙山村, 可不是吗, 童童跑到大路上, 搭了一辆来妙山村的大马车, 刚进屋, 这样的事接连发生过几次, 陈华夫妻俩觉得总这样哪行, 孩子总偷跑出了是怎么办, 就在这时, 陈华惊喜地发现, 自己怀孕了, 在生童童之前, 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五岁的大儿子, 生童童时, 一心想要个女儿, 生之前就起好了童童这个女孩的名字, 生下童童后, 夫妻俩还挺遗憾, 在乡下, 生两个儿子生活负担众多了, 而刘贵之只生了大灰一个, 大灰走了以后, 夫妻俩也计划再生一胎, 可惜一直没还上, 医生说, 刘贵之因为思虑过度, 内分泌功能彻底紊乱, 卵巢也在萎缩, 基本没有生育功能了, 这也是他这么多年, 没从痛苦中走出来的原因之一, 两家一商量, 陈家爽快地决定, 把童童过季给刘贵之, 以后两家就当一家人走动, 户口上写的过季后面, 还住了几个字, 转世而来, 陈华后来真生下了一个女儿, 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 童童改回教大灰, 也已经娶妻生子其乐融融, 两家人始终保持着密切来往, 亲如一家, 这段佳话也流传得很远很远。 这段余 STAR 感谢观看